不少肩周炎亲历的朋友都说 说这个肩周炎你不是 过了一段时间它也好了呀 肩周炎确实是一个自险性疾病 大部分人在一年左右 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 但是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 他就说了 他这个肩周炎的持续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感觉好像时间太长了吧 我们经常心里闷顶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患者 根本就不是肩周炎 是一个肩秀撕裂 误当作肩周炎 但一直在康复锻炼 这种情况来说就适得其反了 但如果一直持续出现 那就肯定不是肩周炎 不是说所有的 大部分90%左右的 都会说是一个自险性疾病 一年左右是会得到一个康复 如果是说有剧烈的 晚航剧烈疼痛 是外展功能受限 明显受限 我们要及时就议 看看到底是不是肩周炎 如果是好几年的话 他已经是说理论上 他会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肉韧带 是一个软缩 是一个粘连 这种你康复锻炼的话 是很难把它恢复到正常的功能的 这种来说是需要一些外壳介入了 大部分说麻醉下松解 麻醉下可以一个松解 如果麻醉下松解的话 还是有困难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关键镜 关键镜技术的话就是说 我们静下可以用那个微创的刀头 把那些粘连的韧带进行打开 就是把包扰的关节 那个紧张的组织给打开以后 关节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肩周炎 需要手术 是比如说时间长了不好 需要手术 还是如果这个肩周炎这个症状 已经很明显了 很严重了 就需要手术了呢 先保守治疗 康复理疗 如果说时间过久 三个月半年是逐渐加重的 甚至是来我们来 再来的时候 直接就是说好几年了 经过一些检查以后 发现这个关键 已经是严重的一个年连了 我们建议一个手术治疗 这样一段时间 第一次就去公家 走上一遍 就能去公家